咳咳 爹 吃藥了 你在家休息 我就先出去了 姨弟啊 这边不能再拖了 否则就是神仙 你救不了了 医生 我求求你了 你一定要救救他 我求你了 你还是赶紧想想办法 把手术费操好吧 好 我一定会尽快的 诶 四姐 你这是要去哪里 刚我给医生打电话 问问我弟的情况 你弟 你弟的病好点了吗 四姐 你这话我不知道单讲不单讲 我看啊 你弟的病是好不了了 我觉得你还是放弃吧 小雅 你想说什么呢 医生跟我说了 只要我筹个二十万的手术费 我弟一定会医好的 二十万 就你家这个条件 再加上你弟生病了 钱都花光了吧 现在就剩下你父母留下的房子了 难道你要卖房子啊 你还是放弃吧 别使撑着的 你再这样下去啊 你也会撑不住的 小雅 你别说了 房子我是不会卖的 那是我弟 娶老婆唯一的资本了 还有 我弟的病我是不会放弃的 诶 四四 你听我说啊 别说了 我是不会放弃了 四姐 你听我说 我有办法能筹到你弟的手术费 什么 我说 我有办法筹到你弟的手术费 你说的是真的吗 哎呀 你弄疼我了 好 对不起啊 没事 我不怪你 是这样的 我听我妈说啊 隔壁镇上有个土豪 他有个儿子 但是啊 他的儿子是个长吉 不能走路 他说 谁要是愿意嫁给他的长吉 儿子 他愿意出三十万的彩礼钱 什么 能够这么快筹到这笔钱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先走了 姐 姐 你自己来吃药了 姐 弟这儿病治不好 你放弃吧 你别管弟了 弟 医生说了 你这边再做一次手术病就好了 帝的身体自己知道 你不要再把钱浪费在弟的身上了 再说了 我们哪有钱去做手术啊 爹 你不要这么悲观了 医生都说了 你能治好了 你就好好地养病 钱的事情啊 我来想办法 你可不学 打这房子的主意啊 这房子 是留在你以后做价格的 爹 你别说了 先吃药 2 3 す 2 2 4 4 4 5 5 7 5 小伟 小伟 小丫姐 你来了 自己找个豆子做 小伟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些事 什么事 小伟 这张卡里有三十万 是你姐让我交给你的 她说她最近回不来 让我来照顾你 你说什么 她拿得来那么多钱 她人呢 你姐 快说 你姐她 小雅 我弟就拜托你了 你一定要照顾好她 这里是两万块钱 你拿着 这卡里有三十万 你交给我弟 我姐懂得这么傻 不行 我得去把她找回来 这病 我不治了 赶紧把这个钱还给人家 小伟 你不能这么做 你不能去 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你姐 在你生命这段时间里 吃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累 难道 你还要让她 为你的医药费发愁吗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私啊 虽然 你姐设驾了个残疾 但是 她在那里的日子 比这里要好上千倍万倍 小伟 你就安心的把病养好 别白费了你姐 对你的这番苦心啊 你姐对你的这番苦心啊 你也不救大利 你也不救大利 也不救大利 多多dar 你不救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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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怎么到现在还没起来呢 我们昨天太忙了 晚上也没休息好 让她多睡会吧 妈 今天不是要回门吗 我跟小雅就不过去了 你替我们去吧 你这孩子 这回门哪有跑过去的道理 你去就行了 你就说我有事去不了 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吧 妈 你帮我们做点换 等一下我跟小雅送过去 行 妈 我去趟超市 你有没有什么让我带的东西 何长 你不用去了 等下我去超市 你要买什么 我帮你带回来 妈 这外面这么热 你就别去了吧 我去就好了 行吧 那你去吧 妈 那我就先走了 你说我这儿媳妇 这几分五天都还没出门 是不是有什么事忙着我 还有我那儿子 天天上超市 买那么多尿布丝 回来干什么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吃地上 怎么这么多带雪的尿布丝 我这儿媳妇才刚结婚 这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忙着我 不行 我得去问清楚 小雅 小雅 醒醒 妈 你怎么醒来了 小雅 小雅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忙着妈 没 没什么 都这样了 还没什么 妈是过来人 你这年年是小场 你还忙着妈 妈 你都看得出来了 都这样了 你这小场 要去医院啊 妈 我是盼你知道了 会担心 会生气的 哎呀 你这傻孩子 妈怎么会生气呢 这孩子没了 把身体调养好 还可以再要了 这身体要讲 行啦 妈送你去医院吧 妈 你真的不怪我 不怪你 走 妈送你去医院 好 对